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真的請來我非常尊敬的關博士 超級尊敬你 我覺得今天的話題絕對要找你講才對 因為最近很多人害怕港元危機 又說會不會走資 連我家人,我媽都問了幾天 究竟應不應該把手上的港幣轉為美金 深入探討這個話題之前 關Sir,我們都要講講今天的市 因為反應是挺有趣的 上星期港版《港版國安法》震盪金融市場 說到香港來的經濟都會很不行 引發了股市震盪 特朗普出來,講完記者會 沒有招出的 那些東西都買回上去 今天報復式的反彈 這個短線操作,能夠買得很久? 能夠買得很久? 不要緊,最重要是有錢賺的 我那天都等到兩點五十分凌晨才等到他們講 最後操盤都只剩下兩分鐘,玩回平倉 然後買過夜 是嗎?你這麼晚還要操盤? 是呀,我過夜 今天AO平了,賺少了很多 但都差四五百點一張 但原來還可以走到五百點 是嗎? 有時這些東西會過散? 因為它是很淡的人 你看到很淡,壓了下去 當消息不是那麼差的時候 一定是蓋倉 加上有二百億是沽空盤 有些小潛 在這個情況一開 就很快地再爬升幾百點 由低位當晚,星期五晚上的夜日期 接到二、六 到今天是差不多二、三、七 升到一千、一百點 關Sir,淡油被夾到頭火血流 你就是棋子大戶 短線應該去教一下網民 應該怎樣做 在這個中美博弈 還不知道接下來 特朗普會出什麼招 其實我只是看回市場數據 首先看到一件事 不是那麼差的消息 但是會逐步差 但會慢慢來 短期內 其實情緒改變了 好一點 最重要是看同業拆息 一月同業拆息是輕微回了 看到現貨價 美電是穩定的 最重要是一年期 遠期美電 下回800點 現在縮到最差的800點 上7月22日 現在縮到大約500多點 市場沒有那麼害怕 貶值壓力的期望沒有那麼大 剛才提到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拆息 因為我們過往一段很長時間 港息其實高於同期美息 都很多 曾經過去一兩個星期 都抹闊到一厘 你見到今天狀態來說 其實沒有太多收窄 都高於80點 但這會否解釋了 為何我們的現貨美電 持續偏強 而不是很反映到危機的主要因素 有客戶因素 有些所說的熱錢進來 因為有新股抽 IPO 有些錢在拍攝 還有很多人來 在這個情況下 看到其實沒有這個危機之前 我們接近是7.75%的強方暴政 曾經在一兩個月之前 有錢進入了200億 但是突然間有這個 比較政治因素的改變 令人看淡了 當晚宣佈了為有港版的 港版國安法的 放入人大議程當中 這情況下就有一個反應 但現貨也不是抽得很高 只是12月的一年期 美電是升得很明顯的 那是反映什麼呢 市場是擔心因素會持續惡化 而令到香港的經濟惡化 或者在金融市場有受壓 人們會做套椅 是套椅的 因為大家突然間 哇 我的消息不知道 很多人就說 就算你買一床樓 未成交的 我們套椅 很簡單 我不知怎麽死法 那是套椅 你應該買一床樓 現在你做不到按揭 那你怎樣 就做套椅 套椅後才慢慢想到 那些樓的錢 很多東西 當時有些現貨的人 是做套椅的 有些人炒的 因為那個窩大了 變了就是那個反應 但無論如何 這個情況的 急升的一年期 那個美電 是跟97年7月的時候 急升情況是差不多 關Sir 我們今天可以逐幅圖 跟大家去看 究竟情況是有什麽相似之處 不過你剛才提過 我們可以看最新的張線 即2018年貿易戰開始打 去年香港的社會運動 去到今年疫情 然後最新的港版國安法 最誇張的是上星期 因為遠期的美電 即一年期大家看到 藍色那條 曾經穿了7.85 藥方兌換保證 那時根據外國的媒體 NewsWire報道等等 當日的期權 成交金會急增 有三分之一的盤 其實是在賭一年後 港幣要穿7.85 是嗎 他應該是7.783 未到7.85 兩年期就穿了 兩年期就穿了 一年期其實比較貼近那些位置 但關Sir 現在看到 趨勢下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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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是風情浪靜 那一年期的美電 就是一二百點 但當時我們的美匯 港匯的現貨 就是整天長期低於7.75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低於7.75 因為中央銀行入市 我們香港永遠入市干預 令市場上覺得7.75 就是藥方保證 其實是強的 官價上高的中央 7.5 當時就出了事 就說 突然間就供了遠期 那天在7月中 突然間又本來200多點 逐步升 由400點 600點 800點 誰知過了一個星期 就過了1000點 剛才說的是97-98 金融風暴 其實美電遠期的方面 其實也看到兩個尖端 爆了上去 是啊 你看回97-98 尖端第一是1997年10月 任總劫息 一劫就劫了 那時有份參與 是啊 當時還未出事之前 他覺得 之後這些東西我們要收拾 要幫忙收拾 收拾 收拾 在這個情況下 那個金融風暴 代表的是 劫到那些一手 用一百萬盤 300利息 即是一百萬盤 但是整個 就下了歷史 但是當時都是幾十幾個%的 之後他就解釋說 我不是關掉那個 discount window 你有錢可以借到 向我MA借的 那時為什麼有個 金融風暴 就說MA關掉的窗口 不借錢 直到98年 第二個金融風暴 就是當然打大鱷 跟大鱷對撼 當年很力氣 很波動洶湧的 是嗎 你想起也有餘櫃 打了整個月 打了整個月 是的 估表市場打了整個月 你看這個金融風暴 為什麼會有一個金融風暴 其實市場是擔心 受不了聯迴 所以才會有一個貶值壓力 貶值的預期出現 如果看回現作的情況 是好像97年飆上來的那一陣 就想突然間有 4月底的時候 大約是200點而已 一年期的遠期美電 就是200點左右 但是突然間升到800點 我說 現在下來一點 500多點左右 問題是 如果它不下回正常的水平 就是我兩三百點 其實大家要留意 遠期美電的走勢 就不是現貨價 現貨價是比現在 很多的客觀因素影響到 已經失敗了 是啊 因為你有抽新股 有很多錢來的 另外另外一件事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要看同劫市場拆息 當年97年同劫市場拆息 就很高 即是幾百% 但是現在就困難了 因為我們擴大了貨幣基礎 就是說 令到Buffet Size大了 你要沖那個Interbank 要抽乾水 是很困難的 但是當日在5月22日 在7點宣佈那個消息之後 在翌日 其實那個1月的 Hybrid 即是同業市場拆息 都是升了的 由0.6% 升到1.1% 大家都要留意著 究竟那個拆息 在這個IPO 我想6、7月比較密集期之後 其實會不會都是持續那麼緊張 然後也都看看到時那個港匯的反應 是不是真的反映了 現在那個政治危機的因素 是的 現在我們要觀察 觀察 因為你知道有一件事 就是特朗普 特朗普還未真的 說給你招數怎樣出發 但是告訴你 我已經關了你後門了 你應該不是我最想優惠的人了 你已經入了廚房了 不是好朋友 我已經想錯 已經是在離婚階段 把他欺負不同的東西 拿到賢養費 所以他就不會很友善 所以接著幾個月 到下半年 一定有很多招數 尤其是11月美國大選 之前所有特朗普的政策 都跟所說的選舉掛勾 但是他的目標一定是中國 其實特朗普一直都在做很多事情 譬如大家說 上星期五 他那個PC出來見記者 沒有什麼事情交代 他不打算接問題 就馬上趕快離開 但其實他正在打很多方位 譬如美國企業要撤離中國 甚至香港 現在大家怕在投資方面受到影響 華為方面繼續打 很多科技股方面 在納斯打上市可能遇到困難 現在就回來了 其實很多方面繼續打 不過關Sir 剛才有一件事 令到網民亦有很多觀眾比較擔心 就是你提到 這個港版國安法是引發的一個波動 其實是似97、98的時候的情況 但是究竟會不會失控呢 譬如你 金管局在週末期間 是很緊急地出來 希望舒緩市場的憂慮 例如他告訴你 我們現在外匯儲備高達4,400億美金 即是貨幣基礎的超過兩倍 拿出銀行體系結束 其實比起3月份的400多億 其實就上回到差不多 現在的950億美金左右 感覺上資本充足率 在銀行體系也很充足 有20% 壞帳率又很低 0.6% 那怎會打不贏 怎會被人搞到 怎會翻版 最簡單的一件事 如果你蓋上貨幣基礎 當作兩倍 貨幣基礎的兩倍都是幾萬億 但是我們香港港元 全部都是十幾萬億 如果你和我一起飛掉雞毛 一起沽港元 拿這些資產人就怎麼辦 是不是真的那麼多人飛掉 如果你看回歷史上 當一個國家 國民對貨幣失去信心或害怕 我告訴你一件事 最近2016年 阿根廷開放了資本帳 開放了資金流出流入 但是那些崩盤的人 覺得阿根廷本身的國民是不行的 你猜當時發生什麼事 那些錢就走了 阿根廷的中銀行 要劫息劫到幾十% 就是看英特兵 立刻發現 另一件事就是 比特幣 他們拿比特幣 不拿阿根廷的費數 你就是自己孤隱自己 就是這麼簡單 那代價是什麼 大家要小心 如果你不斷地沽出去 那幾萬億的外儲備 儲備 就是掩蓋貨幣基礎 貨幣基礎是貨幣供應最低層的東西 我們說本來是港元的儲蓄 如果有十多萬億 如果有一半人離開 他們會頂順的 但這件事當然不會這麼快出現 因為我們不希望出現 最重要的是信心 如果當本身住在那個國家的人 是沒有信心 如果大量人移民 或大量人就留在船上不走 都將錢撥走去 其實最容易體制是全撥 如果全貨幣跌得很快 或者英特兵 動得很厲害 你小心 那你小心 提到一個結譽 例如3月的時候低位是540億 現在上升到差不多950億港元 但關上我之前都聽過很多 例如你的同行提過 其實你說看走不走資 不只是看結譽 有時你看港元 我們剛才說了 看結譽 另外就要看平衡賠儲 即是國際收支帳 其實我想現在還未更新 最更新是去年第四季 都看到走錢的 這個又未必真的 為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死月的 原來這裡計算 我們境內內的交易 即是混合了一些不應該計算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小心 這個bounce payment 很多時候人來看 正的資本流入流出 其實很簡單 它看上來就是量度的資本漲 裡面其中一部份的資本 但問題是 因為它涉及境內的交易 有些東西 它放進去 變成你混亂了 就不準確 另一件事 就是它的時間差 每一季才公佈 即是第一季 今個第一季 應該是五六月才公佈 很滯後 我們和你已經是化了白骨 之後 都可以找不到回來發生什麼事 你不會這樣 為什麼我經常說 一些要看一些叫高頻率的數字 譬如是interbank 當日的結余 或者貨幣基礎多少 或者是一些 看那個現貨價 或者是遠期尾電 這些才可以感覺到 反應即時數 反應即時數 第一就是貿易問題 待會可能再說 不過最重要是說 都是金融問題 究竟企業往來會否受到影響 投資會否突然間有限制 甚至很多美國在香港的投資公司 亦都是要撤回美國 因為特朗普 很多公司是說 我貼錢給你 你回來我美國 但這一招 不知道對香港的經濟 和整個投資市場 的衝擊有多大 因為其實我看一些資料顯示 目前香港有的美國註冊公司 超過1300間 亦都8萬多人在香港那裡住 美國對香港直接投資 其實年年都很誇張 如果我勾回2018年 整條數目出來 美國在港直接投資 是超過820億美金的 你覺得這一方面 大家是否需要擔心 中場也需要擔心 因為他告訴你 他已經不愛你了 不愛你 就用你拿分手費 他人一定是慢慢來的 所以這個是這壇事 好像日本 叫日本的生產商 在中國 我給錢你自己慢慢撤走生產基地 不能夠即時撤走 慢慢來 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擔心一件事 他現在是等著美資 在香港慢慢調整 他的部署 所以他沒有任何東西 是涉及金融的 因為他現在供香港 也會商及本土 是的 選舉來了 不可以亂來的 不可以亂來的 所以美國商會很大 很吵 你沒有亂來的 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一兩年之後 當你發現到美資的企業在香港 慢慢的數量少了 或者他的直接投資是少了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因為他一同步走 中國就移走生產基地 在第一個階段的中美貿易協議 他當時是不搞香港的 因為當時是疫情 但一發現 第一階段說完之後 第二階段本來都不是想的 不想香港 怎樣疫情搞到他 對中國的看法 本來是很美的女兒 然後我當你很噁心 不行 我一定要搞你 下了妝 不是 意思是 完全感覺不同了 現在就一定要出一招 就是伊拉克的招 當年布希仔 怎樣搞定他 第二次大選贏了 他也是公伊拉克的 將由內的助力去外 由內而外 如果這次就由內而外 但今次的目標 一定是中國的 但是香港 就多一個期子在玩 因為你美國相關的企業 據一些資料顯示 在香港的客戶存款 佔香港整體 都有半成 我不知道慢慢走 其實構成風險 大不大 但是美國其實做得到嗎 他美元透過香港的交易量 在OTC市場的穩定性 其實香港是絕對有作用的 他會不會真的 要跟中國反面玩到香港 如果他得到離婚協議 他拿到很大的東西 就不做了 就是由中國跪下 你看他拿多少 如果是談判卓 但是他可以搞到香港 因為香港對中國的最重要一點 就是他唯一的對外窗戶 根本窗戶 你中國八至九成的外匯 都透過香港拿到的 聯繫匯率為什麼重要呢 就是其實對中國來說是美金 講白一點 為什麼那些中概股 去美國去上市 拿美金 那為什麼要跪下來香港 被人搞 因為被人搞 那又拿港元 那他們就說港元 都是美金 是啊 為什麼他不回到上海 為什麼去深圳 因為拿不到港元 拿不到美金 所以美金對中國來說 是很重要的 首先他有外匯管制 二來就是美金 可有的settlement 大約99%的settlement 用美金計算 如果你是沒有了美金 你就可以跟中國 可以跟伊朗 或者俄羅斯玩 以物換運 既然你這樣提到 感覺上這個戰線 是會很緩慢地進行 因為美國 怎麼都不想動到金融 這一段 暫時不動的 的時候 很多的網民問 甚至我媽媽正在問 我是不是要把港元轉成美金 這件事 其實都是太過敏感 不像實際 我不是這樣想 我經常這樣想 你起碼用那些港元 如果你是不用的 不用到的 不是很漏洞的 你只是板書 收不到息的港元 就分一半年美金 現在去換的都是7.7512 很划算的 如果你虧了 都是虧了十多點 因為強方保證是7.75 如果搜到就永遠出不了 強了就更好 強了就算你虧了 可能資產價 升了大幅 你接下來走回到7.8 那個位置 你馬上轉 那是1% 當你走回到7.8 就算1% 所以當時就換 所以就算你這樣換 其實都影響不到 你本身的投資料 但我會這樣說 就是你要閒錢就換 沒所謂的 因為現在是狂方保證 但你看局勢怎麼轉 現在我不覺得 它會用金融戰這麼快 但之後 去到真的跟你死過之後 死過 它一定會用這招 另一邊大家都會想貨幣戰 這件事 因為很明顯 你通常談及貿易 會想起人民幣 因為中美貿易問題 你現在說 香港如果特殊地位沒有了 本身的關稅優惠也沒有 如果有機會跟中國看齊的話 即你分手中打你十幾個百分之稅 但如果我們看看 其實美國會不會動貿易 因為其實原來美國相對於香港 一直在拿著順差 你明白 最低的部分就是中國 貿易差是三千多億美金 香港其實一直在玩順差 貿易方面其實對香港的影響不會太大 也不需要太擔心 對香港的影響不是太大 因為我們出口到美國 其實佔的百分比不多 另一件事 關於敏感的科技技術 或者產品 其實你不去美國拿 如果能夠等到時間 去歐洲買 一定是長一點的 因為美國很厲害 那些傳承員都在香港 為什麼有這麼多未知 但是如果你說要找人代替美國那些貨 可以的 不如等 所以不是這麼大的影響力 問題在乎 你是不是 美國會貪責每年三百億美元 然後他一虧到怕了一隻 這次的疫情 他輸了幾萬億美元 所以對他來說 為什麼今次疫情 他的態度轉變得很厲害 一來 他自己是處理疫情差了 但是他不會承認的 一定是你類我 你類我 總之是一定是你類我 現在他那幾萬億的問題 就是在說很深的經濟衰退 那三百億和三萬億比較 我當然要先把你拒絕 因為如果沒有疫情 他有不同的想法 因為那塊錢都是錢 現在我既然衰到貼底 我再挖個洞也無所謂 挖個洞也無所謂 因為對他來說 他真的要將所有的憤怒 緣份是駕注中國和香港身上 最後剛才提到 林茂奧疫息相關 就是在說貨幣問題 因為沒有辦法 都要問你這件事 人民幣的離岸方面 上星期逼近到7.2 都說是歷史新低位 是啊 今天叫做市場氣氛好一點 美金又肯下 人民幣反彈一些 但是中國是否在用人民幣這張牌 還是市場力量有機會再推低 側穿7.2 暫時側穿7.2的機會不大 但是慢慢地會穿的 但是現在 因為隨著特朗普 就有很多的措施很特別出來 針對香港 人們就開始想到 內地如何受到影響 但是你今天看到 因為人民幣轉強 跟那個英特幣的 那個hyper股下來 令到整個市場緊張度減少了 所以我覺得在離岸的人民幣 暫時是大了7.1至7.2左右 但是中長期我不太好人民幣 除非中國肯給很大的分手費 或者中國能夠please到美國 如果不然美國是會陸續有招數 對針對中國 當然香港會有很大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人民幣我都是看淡 但是短期內 我覺得暫時因為這個消息已經消化了 所以大家不要那麼害怕 反正股票方面 6月上場應該做得更好 6月上場股票市場做得更好 另外可以轉港 轉美元的都可以轉 另外人民幣方面就不用太淡轉 因為我知道最強是7.75元 MA會幫忙 對 沒錯 他跟他接散我們這些東西 好 希望今天幫到大家了解多一點 最近這一個是一個 國安法對於投資市場 以及經濟等等的一些看法 今天麻煩你關Sir 下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麻煩在YouTube那裏 記得給個like我們 接下來節目會通知你們 手機那裏收到的 另外亦可以like HKET經濟日報的apps 有任何新消息都會為大家 立即送給你們 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見 Sous 下星期再見